村头的大爷说他在网上花50块买了个核辐射检测仪 让我看看有没有用 嘴里还气愤的说着 小日本整坏 大爷你大意了 这商家可能比小日子还坏呢 包装正面写了个核辐射检测仪 但是背面怎么写了个核辐射盐检测仪 他是不是认为抢盐的人更容易成为他的潜在客户啊 试用范围是核废水 工业核辐射 医疗核辐射 海鲜食品放射性等等等等 然后这底下的上海市大自然科技有限公司 我查了没这个公司 地址是上海市金山区第二工业园 我查了没这个地址 咱们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核辐射检测仪就长这个样子 绿灯亮起核辐射安全 红灯亮起核辐射污染 就这么简单粗暴吗 不是应该有一个数值啥的吗 来插上电源 诶 不对吧 直接就亮绿灯了吗 都没个检测过程吗 拔下来 诶 灭了 插上去 亮了 我严重怀疑这里面根本就没有红灯吧 诶 还德国进口芯片 咱们现在直接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啥 它的正面竟然就是一张贴纸啊 可以直接撕下来的 我好像发现了它们的身材之道啊 这张贴纸如果换一个什么驱属器之类的 那不是又可以割一波了吗 都不用重新开膜了 打开 它真的只有一个绿灯啊 红灯这个区域是空的 就一个小小的电路板啊 直接通电亮灯通电亮灯 这成本不到两块钱吧 这个人比小日本快快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